在《论言经》中提到 藉由观香气的出入无常而误入本心 香是平常用来供佛表示敬意的用品 在石供养中也有香供养表示定会 除了宗教用途 香也是生活品味的象征 品香除了能沉淀身心 更能进化空间 而香中的极品就是沉香 对香学有深入研究的石德毅老师 谈到沉香对人体有哪些好处 在台湾呢 在最近的一次弘扬传统的中国香文化 台湾是应该在1980年到85年就开始了 坦白讲大陆到今天 也刚刚也就是个八年到九年的时间 所以台湾的基础好过大陆 也好过香港 那么这日常的老百姓当中呢 大家不妨熏熏香 放在香炉里点一点 或者找一些比较好的现香 烧一烧 在同时呢 有一些呢 含油量不是太高 但是呢 它在滚水里面煮呢 能把这个香油 它的这个脂油脂呢 能够排出来 这样如果长期的用它来 泡泡茶 或者煮个汤啊 煮煮粥的话呢 对人的身体呢是一种很好的一个补充 同时呢也是能够预防 乃至于治疗 新鲜管病的这么一个良药 这种呢 坦白讲 一般质量的沉香呢 价位也不是太高 应该大家都能够花费得起 沉香也能够做药引 其功能广泛 野生的沉香已经很少见 而台湾沉香 因为有专业人士的栽种下 让价格较为大众化 而品香文化的发展 也趋于成熟 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再深入学习 法律新闻勇取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